在这个前两讲这个思维漫游呢 我们对这个George Orwell写的这本小说 科幻小说1984做了一些简单介绍 这个小说的介绍主要我们想通过这个 对这个小说的情节的这种描述来看一看 就是George Orwell实际上是一个 从这个从我们今天来看 回忆感上是一个非常有先见之明 或者有那种预料性的那么一个伟大的作家 OK因为他里面讲的那些情节 我们前两节都讲了很详细了 我们在今天呢发现在生动的在现实社会中 不断的被重现 那么这个重现的这个大舞台在哪呢 就在中国今天的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这个监控和这种言论管控 可以说是把这个George Orwell的1984里面 讲的哪些情节呢 这个体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呢更上一层楼 OK 所以呢今天这一节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这种 这种大规模的全社会的全民性的监控和这个言论管控 是怎么样在今天的这个21世纪在中国呢 被这个实现了 首先呢我们还是回回到这个中国的这个 自从1949年共产党这个统治中国以后 中国出现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知道在这个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就是毛泽东时代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言论监控和这个 和这个语言监控和这个整个全民监控 这是我无孔不入的 这是一点都没有松懈过 OK从49年一开始就没有松懈过 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运动 上每一个运动的过程中都带有大量的被监控的对象 不是什么历史反革命 就是现实反革命 就是黑五类 就是臭老九 就是什么什么亡我执心不死的这些叛徒特务内奸 连刘少奇也不也不也也也也不排除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 是是是就是说他这种基本的这种监控的理念 实际上呢 从毛时代呢 就已经是完全已经把这个根基 坐实了 那么但是那个时候呢 由于科技手段远远不到位 那么那个时候的监控呢 主要是靠人 OK 就是靠这种各种各样的告密 各种各样的这种揭发 各种各样的这种 有的是揭发 有的是诬陷 有很多这个这个互相的就是两个人关系 在一个单位里关系不好 那就有那就是会陷害 OK 陷害他也说了什么什么反动 反动反动口号 或者说了什么这个反动思想 有什么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论 所以这些言论你也无法证明 但是这些东西就如足以让他这个深陷牢狱之灾 in fact 我们知道有很多故事就讲这个反右 期间就是有那么多右派 然后最后就是一下就是送到劳改营 或者怎么样 这一辈子就彻底给毁掉了 他自己被毁的那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 有很多有的人是知道有很多人还不知道 就是稀了糊涂就就就就送到劳改营里 就是这一辈子就整个他的事业也毁掉 家庭也毁掉 生活也整个毁掉 等这个反右平反以后 然后去找档案查档案才发现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过去跟他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 OK 把他揭发了 而揭发他的控告他的揭发他的那个罪名 他人造成还是假的 还是虚构的 所以就是一种人心隔肚皮 在那个时候就是本来表面是很亲密很好的朋友 结果就能把一个人和一辈子彻底毁掉 这个这个实际上就是靠着什么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揭发告密 出现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 这个实际上和苏联的劳改营制度 几乎是一个重现 OK 苏联的孤拉 我们以前提过 实际上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在苏联那个劳改营里 一下就是挤一辈子就在西伯利亚 最后就死在那 有的时候过多数年以后 回到了他原来已经不认识了家乡 发现了就是就是因为报夷 被一个什么什么人告密了 OK 所以呢 这种告密体系 上是在毛泽东时代呢 是做的是最淋漓尽致的 那么这种告密体系是严格来讲 就是一种监控手段 就是你说什么做什么 你自己要隔枪诱饵 你要稍微不小心 你可能就玩完 OK 这辈子就给你毁了 你都不知道谁告诉你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在今天呢 当然就逐渐逐渐就向高科技发展了 那么向高科技发展 就变成了今天中国的监控网络 监控体系 这个监控体系 是世界上最大的 最庞大的 最完善的 最最这个这个 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续血管里边的 这么一个监控体系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OK 那这种中国呢 他首先 这种这种监控呢 首先他第一个监控的对象 当然就是各种信息的来源的监控 OK 监控和管控 这个上在和毛实战 没有什么区别 任何信息来源 你要是你听的电台 如果不是这个中央广播电台 那你你听的海外 听的什么台湾的 还是美国的 还是当时后来的苏联的 那都是敌台 那偷听敌台 就有可能严重到墙壁 OK 所以呢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说 所有这些基本的这些 对这个人的这种信息的管控 实际上 可以说是已经是在 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到今天 都是非常严重的违背了 基本的人权和基本的信息的 共享自由 信息自由 信息传输自由和这个人 基本人权 就是我 首先不是说我说什么 我听什么你都要控管住 OK 那么这个呢 这种情况呢 就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随着这个全球化的科技的 这种全球化的普及 实际上呢 就带来了这么一个负效果 那这个负效果 就是使中国的这种管控 监控 言论管控 信息监控 这个体系呢 逐渐逐渐高科技化 那么这个高科技化 显然它就是有一个消费了 因为你管 过去是靠人 毛泽东时代是靠人 那人的 人是不值钱的 毛泽东讲死一半 我都无所谓 但是你现在这钱 这个这个高科技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靠进口的 不管是芯片 还是系统 还是这个那个 全都靠进口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产生了 就是在中国就产生了 大量的这个 这个这个消费 就是这种政府消费 这个消费呢 到2010年呢 过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坎 什么坎呢 就是这个2010年 中国第一次 它的维稳的 这种管控的消费 超过了它的国防消费 这是2010年 当然这是官方的数字 看到的实际的 我想可能早就超过了 因为他只不说嘛 因为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种 这种军事消费 维稳消费上 维稳上的这种经费 实际上很多都是 以民用的名义 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 在在搞科研 什么什么 看着好像是民用 实际上它都是军用的 所以呢 这是 这是2010年 到了2016年呢 实际上这个 已经超过了13%了 就是维稳的费用 已经超过了军费 13% 当然我还是强调 这个数实际上 并不一定准 因为军费 实际上中国是在刻意 把它按得很低 不想让这个 这个其他的国家 感到紧张 然后呢 就是说整个的 这个不管怎么样 它这个在这个 这个监控和维稳 和监控和管控上 实际上它是 不遗余力的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 你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内部势力的威胁 比外部势力的威胁 对他们来讲更大 因为所以就是对维稳的这个 华费比高于对外边国防的 华费要高 那最大的敌人是谁 从这你能看出来了 OK 他们最害怕的是谁 从2010年到2019年 中共在这个整个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监控设备的 科技设备的这种采购上 它的采购的经费增长了19倍 2010年到2019年 这就不到10年 涨了19倍 就可想在这上是 是巨量的投资 OK 这种巨量投资 那么这种巨量的投资呢 就是不光是购买新型的设备 而且还是各种各样的研发 各种各样的监控研发 什么 就是在这方面 中国确实是有这个世界领先的 这种努力和世界领先的成果 尤其是对人的这种管控 对人的监控 不管是对你的语言监控 对你的面部表情的监控 甚至对你的走路的姿势的监控 他都在做大量的研究 OK 这个咱们不用问 你到各个 这个中国的顶 拿国家经费最多的那些高科 高校里面去看看 他们搞的什么科研 这个我的心非常清楚 那这里我顺便放一个很小的视频 就是最近放出了一个视频 一个是个企业家 还是一个什么家 在那就是很洋洋得意的 在讲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面部表情的这种控 这种监控的能力有多强 OK这个我们下面的微妙 稍微看一下 我们的天网工程是可以做到 叫网格化布局 千万别干坏事啊 你在城市里面每一帧都能连到 就要你现在大数据 抓取的能力又很强 我们现在安防都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是一个重点不控的人员 你在大街上走的时候 这一刻你那个眼神 比如说这一刻有点猙獰 都可以做到立刻预定 而且这是五年前的技术 从这样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OK从这样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就是对全民那种 每一个微妙细节的监控 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秘密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甚至是一个洋洋得意的成绩 来作为宣扬的 宣扬的 OK 那么这是在高科技方面 那么另外高科技 还有就生物方面 就是DNA OK各种各样的基因采集 实际上现在就是中共正在进行 覆盖全中国7亿男性的基因普图谱 它不是采7亿男性的基因 而是通过基因的 因为每一个人基因都是联系的 你每一个人 你和自己的父母 和你的什么子女都有联系 所以它进行大量的采集 目前已经采集了 好像是3500万到7000万 成年和未成年的男性的DNA 它现在想通过男性的DNA 来跟踪 跟踪全中国的基因 然后有的那是通过血液 有的通过唾液 有的通过什么其他的东西来测 当然这个名义上是为了防止犯罪 OK 为了防止犯罪 当然是可以用来抓罪犯的 这是no question about it 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里很多的这种采集图谱 实际上第一是未经同意 或者进行这种政府恐吓的情况 往下进行的 有的是小孩 就是小男孩 就是逼迫情况下就怎么怎么样 有各种就是有有奖励 有恐吓有什么 那么这个用的最狠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采集基因 用的最厉害的 首先一条就跟踪这个新疆 也少数民族 先把他们给锁死 然后呢 这个在对他们进行大量基因采集 然后进行这个统计 进行的这个归档 OK 这是这是今天做的比较 比较这个比较比较 怎么说呢 做的力度比较大的 但是这实际上这都是第一步 OK 第二步就是整个的全中国全给你来 然后呢 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这种流量分析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什么这种金融上的 或者是个人投资的这种 这种所有的记录 数字货币 这些都是全方位 全方位的属于被监控的目标 OK 然后你的那个车牌的自动辨识 你的汽车从这一过 你的车是从谁开的 什么这全这 这我们大家都都都清楚 这都是已经是 今天已经是在全全国范围 在不同程度在使用了 然后就是所有的手机 在中国所有的手机 尤其是中国国产的所有的手机 都是在被跟踪的 OK 他并不一定是因为你这个人 有什么威胁 而所有的都是在被 都是可以被跟踪 那么如果要跟踪你 那你的手机就可以跟踪 这个我们大家也很清楚 电视剧里在什么各种 这个这个什么就能看到 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 他要想逃跑的话 第一件事要把他的手机 别放在他身边 别跟着他走 要换一个地方 因为这样的话 不让他就被被跟踪了 所以这个跟踪和被跟踪的 一个首要对象 就是中共 中共的这些贪官污吏 这帮人实际上对这个东西 是最恐惧的 或者是最想逃避的 这么一个 这个跟踪方法 我可以想象 OK 在习近平周边的那些 政治局的那些常委 那些那些人 尽管是他的这个 核心班的那些人 身边的必须 我想肯定是 必须的手机不能离身的 或者是他必须 有一个什么device 免得到说这老大 这上面这个人 害怕的底下人 突然消失了 跟他给给给 搞政变或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都不好说 OK 2017年 基本就是说 开始大规模 从2017年开始 就大规模的 所有的mobile app 就是这个移动上的 各种各样的应用 就逐渐全纳入了 全国性的监控体系 OK 所以就是在中国 手机上所有的应用 那你就甭想 想的甭想 那都是在他们监控的体系之内 然后呢 出现一个 社会的 叫什么 social credit system 就是你社会上打分 OK 给你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 应该有个词吧 就是那种 你你的 从2018年开始 你在社会中的一切 你的消费记录 你的 你的犯罪记录 你的这个 干好事 干坏事记录 你说话 是否有 有这个 有这个反叛的那种语言 或者是你是否支持了那些 上访民众 或者是你是支持了一些 上访的什么 给什么 就是他喜欢的事 和不喜欢的事 全给你打分 然后这分呢 如果打的太低了 你就寸步难行了 你连买票都买不了了 这个大家也很熟悉 这也是在 这些东西 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在全国范围 在每一个省 全方位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科技的东西 他中了一个 先试点 OK 局部性的试点 把这技术完美了以后 逐渐逐渐把它扩大 然后在全国范围用 那么试点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当然就是新疆了 OK 试点就是新疆 因为什么新疆有恐怖主义 确实有恐怖分子 OK 那既然有这个 那我就以这个为名 我就开始进行试点 在新疆进行全方位的跟踪 那么这跟踪到后 这就不只是科技了 那这里边就人和科技全放在一起 在新疆 这是我看到的报道 OK 每过100米 基本就是在主要的这个被监控的范围 像乌鲁木齐和一下什么 每100米就是一个警察 就是一个港哨 OK 然后是什么街角路灯上摄像头 那全都在跟踪你的面部表情和你的动作 OK 然后到每一个到处都是检查点 那个检查点的那些警察就是要你从那一过 那你要看你的身份证 看你的眼睛的那个眼睛瞳孔 那个红膜 然后看你的手机内容 那这就基本就说这是在美国的话 这都是这都是严重的 OK 严重的违背基本的人权 人身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东西 超市银行或者任何公共体系车站 你要全身扫描S光透视 OK 然后你身上带的所有的信息 全都实名绑定到你身份证号 这个我们我这里就不多讲 上大大陆人都很清楚 然后这个你的这个所有的信息 包括你的生物信息 生物识别 包括你的DNA的甚至有可能什么 就全都进去数据库 里面的宗教信仰 宗教习俗 文化水平 是否有出国护照 你的亲人熟人 是否在国外 然后总的来讲都有 这些信息都有 然后给你来一个评分 你这人是安全人士 还是正常人士 还是不安全人士 那就是说等于什么呢 就是在全方位的通过科技 生物人为的控制 来决定你这个人 对他们是不是有威胁 一旦认为你这个人 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威胁 就是不安全的话 对不起 你的freedom of movement 就是你的行动自由 基本就是在全方位的被控制住 你买车票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坐飞机或出国 那都都都都不行了 OK 然后呢 这个很多车上都给你装上GPS 然后所有的手机系统 应用全给你装上监控程序 包括微信 包括所有的通信软件 然后你家里用的所有的电话 可以被监听 OK 你看的短信可以被监听 监管控看着 你其他的信息上的东西 甚至你最后严重到 你买个买一把刀 OK 都要给你身份证了 都都查实名制查 查完然后以二维码形势 刻在那刀刃上 那刀上就等于是谁买的 这刀的这个 这个二维码刀刻 就能到这种程度 这简直上 说实话 也就是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 对这些东西感到 这东西还知道 对到美国人听到 很多美国人听到这样 描述一个社会 他们可以说就是 就是 you can tell their facial expression 就是they shudder with fear OK 就他会浑身打 一下打一个很冷战 OK 这他们太恐怖了 能做这样的一个国家 对人民是这样的控制 这也太恐怖了 但是呢 好像在中国 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OK 这个所以呢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我刚才讲的这些 这种人的这种 每一个人这种全方位的跟踪 这是在新疆 今天做的最狠的 最猛的地方 但是不要忘了 这是试点工程 等这些试点工程 全做到位了 可以说毫无疑问的 这些技术 会全方位的用到汉人身上 用到这个 这个 这个中国国内的 就各个其他的省 OK 各个其他省 那么这样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体系 实际上呢 这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 国外的一个评论的 一个是这么讲的 就是what china is doing 或者what ccp is doing is selectively breed in is population to select against the trait of critical independent thinking 他就想通过这样的话呢 给他做一个过滤 就是把所有的 对他意见不完全一致的 那种各种各样的思维 各种各样的人士 给他过滤掉 然后呢 使那个 使这些人呢 就是寸步难行 无法生存 而那些完全听他的话的呢 就是非常 很殊殊方 殊殊殊殊殊殊 这个什么 当代盛世很happy 很什么 很满足的生活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the blissful ignorance 什么意思 这不就等于是 训养家畜 养 为什么牛羊 经过几千年 最后变成如此的 容易被人去训养 因为他们 就是不思考 同时呢 他们听话 OK 你养一群狼 或者养一群什么 那个什么豹子和狮子 那就不另外一码事了 甚至你养一群 什么其他的那种鹿 都不好训养 因为他有一定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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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怎么说 不听话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这种监控系统 我们这里想说什么呢 就是在中国现在 这种监控系统 不是一个简单的 只停留在科技上 而是一个全方位的 包括人 包括这个 包括你的生物信息 包括你的所有的其他信息 那么当然 在今天21世纪这个年代 最关键的信息管控途径呢 当然就是互联网了 OK 那么互联网在中国上是 在过去 在改革开放刚开始 那一段是没有太严格管的 因为那时候互联网僻静 在中国是后来的进入中国的 因为互联网 在中国当时是没有的 后来进入中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就是中国人数 人用的也少 而但是随着这 这20年的话 互联网的中国基本就普及了 人老头老太子都会用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当然就要加强一个互联网管制 那就是中国的那个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OK 就中国的巨大火枪 就给建起来了 美其名曰 金盾项目 金盾计划 Golden Shield 这上基本就是什么 我就把你挡住 OK 然后你的电话 你不管你是互联网电话 还是什么电话 整个要给你TAP OK TAP在这里就是监听 所有的电话都是在被监听 在中国打电话 没有任何电话 是有隐私的 这一点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 你所有的email 全被监控 你所有的这个社交网络 你所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种chats 各种各样的internet chat 就是各种那种 互联网的各种messaging system 送送起 所有的这种voice over IP 全是被监控之内 OK 然后呢 里面呢 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 敏感词的这种检测机制 敏感词的封闭机制 敏感词的这种 这种这种绿波机制 OK 然后呢 是动态的静态的自动的 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 对已经加密的通讯进行 这个这个堵塞 OK 就是你一旦加密了 它看不见了 它就不让你过了 OK 就是防着你 你在加密的环境下 那么这个做的 当然这个 这是这是各种各样的 后台做的 那前台做的比较 最做的做的 最关键要控制什么 就是控制搜索了 那百度呢 不就是成为 他们的一个官方搜索 搜索平台 那百度实际上 那个那是一个 可以说是烂的 不能再烂的 一个搜索网站 我偶尔的用过一两次 就是通过这个 来搜索一下 他们那个中共官方的语言 什么 那就是一个官方宣传搜索平台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当然在最近这几年 这个做的最 这个 这个 这个社交上 或者用户上用的最猛的 就是就是腾讯的那个 WeChat OK 就是微信 那么这个微信呢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是双方都高兴 OK 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屁民草民呢 也喜欢用 然后中国的官方呢 也喜欢让他发展膨大 呃 壮大 因为什么呢 他整个微信这个平台 是完完全全 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他们可以呢 2018年开始 他们就已经承认了 OK 他们随时可以把这个 已经被用户删除的信息 把它拿回来 重新作为证据 或做来什么 再去仔细调查 然后不管是QQ 还是WeChat 尽管这些 我这些application 是腾讯的 私有企业 所拥有的application 但是他们是完完全全 在中共的监控之下 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 OK 这一点是 这个我想 所有的用 用WeChat的人都知道 那么当然 你用WeChat 是我也没什么 我也不反党 也不反社会主义 也不反人民 不反这个 不反那个 我不怕 人恰好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你 我让你全中国 只能用这个 OK 然后呢 你只能是 谁都不反 OK 那么这样 大家不就都高兴了吗 他也能管住你了 你也不什么 而他这个整个 这个application呢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 用来识别 用来跟踪 用来作为证据 去抓捕 任何他认为 让他不满意的人 或者是言行 那么所有的 这样的通讯记录 是六个月被记录下来 六个月被存储下来 这是在WeChat上 六个月以内 六个月以内 他都能留下来的 我想这个是六个月 这也是只 只要跟踪某一个人 他可能跟着这人 他永远跟踪着 永远 因为六个月是 普通的老百姓 那么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WeChat 在WeChat 在中国 微信在中国 在这个全世界 用的如此之广 OK 好像这个application 开发的很好 因为什么 他有一个 State Sponsored Monopoly 就是有这个 CCP Sponsored Monopoly 他对中国的这种 垄断 这种控制 是前所未有的 前所未有 他没有任何的人 可以跟他竞争 没有任何其他的application 可以跟他竞争 海外的所有的application 不管是WhatsApp 还是Messenger 还是Line 还是Telegram 还是什么Facebook 还是什么Twitter 一律被block住 一律被封死 那只有他能在这个环境里 你可以想象 他唯一的可以在这里 长的一只一颗草 那这草上所有的肥料 都是他的 他当然长得很大了 OK 那么那么 同时呢 他由于这种垄断 由于这种独 独独独家独赏 他就把所有的 世界上其他的 别人用的很有效的 那些feature 把它全都给copy过来 不管你是付费功能 还是社交功能 还是什么网上的 这种短信功能 还是什么 所有这些功能 他全给抄过来 就是像 要我是WeChat 这个微信的 这个开发工程师 太简单了 我根本不用去动脑子 想我下一个功能是什么 我就抄啊 对不对 你有Apple Pay 我把Apple Pay放进来 你有这个WhatsApp的 就各种各样的功能 我把它放进 Skype的功能放进来 Facebook功能放进来 我就抄 因为什么 我抄的任何功能 不能有人跟我竞争 因为我是读读赏的 就够了 OK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 有一个巨大的庞大的后台和庞大的这个技术支持在后边 用这个后面呢 就带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分析功能 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功能 这些功能现在都在开发 主要的这些功能的目的 OK 当然一部分是为了消费者 更大的一部分是为政府服务 那政府要这些功能去做什么呢 就是用这些功能来分析 看你们有没有反叛的可能 就是任何地方 有任何谁要在WeChat上组织 咱们今天咱们15个人20个人 在WeChat开一个小群 咱们商量什么时候去抗议或者去举报 那么等你刚说完这句话 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之内 你可能就被抓起来了 这个对他们来讲 实际上是他们所需要的 当然WeChat是全世界使用 海外也在用 那海外的那个 他不能不敢这么招呼 但他照样可以去控制你 他照样可以去拦截你所有的信息 所以WeChat在美国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是完全受他们监控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 想卡他们的原因 那你想想我不用WeChat 我用Skype行不行 Skype实际上原来我以为 Skype在中国可以用 Skype有隐私 实际上你发现 Skype必须 OK 利用中国官方那个版本 就是那个Tom Group的那个版本 因为那个版本 等于他自己已经主动的 把那个后台的 这个控制权交给了CCP OK 交给CCP 他们可以通过Skype去Capture 去Record 这个版本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个版本呢 实际上等于和WeChat也差不多 就等于完全在他们控制之内 而WeChat呢 又是官方完全支持了一个垄断的 这么一个Application 所以Skype在中国上 在这上也是 也是基本就是不太好 往下走 那么 那么这是一个互联网上的跟踪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监控摄像头了 我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 摄像头可以把你的争灵面目都给你看到 随时抓你 OK 那这个在这个2018年 那个人民日报呢 第一次呢 就提到了这个脸部识别 这功能有多强 OK 强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把中国14亿人的脸 在一秒钟内全给认出来 全给扫出来 OK 全给认出来 这个当然有点 就是有一个德国的一个 一个评论员叫Strautmatter Strautmatter Strautmatter这个德国的评论员 他就说 他说这个好像有点吹牛皮 就是一秒钟把14亿人全扫 有点吹牛皮 但是OK 人民日报把这个 把它写出来的目的 并不是想去证明 它的技术有多高 实际上人这个 这个这个德国的评论员 他就说他上主要的目的 不是想告诉你 他的技术又是成 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是什么呢 要让你老百姓知道 我有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在这等着你呢 只要中国14亿人知道 他的脸部的这个 在一出家门口 外面的肩像头 随时可以知道他是谁 这个本身就够了 就是这个 这种威胁 这种威慑就足够了 这种威慑 在1984里面 我们前面讲到的 就是Overt Surveillance OK 就是张扬的那种监控方法 就是我告诉你 我在看着你 我就跟你讲 我这个监控头就在 The brother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OK 我在看着你呢 一旦14亿人都相信 他说这话是真的话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因为什么 你说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个每一个 你的每一个面孔 都是在被监控 你自然你自己就会去 Police yourself 你对自己就有一个控制 想想 在中国的 尤其在北京 别说我不知道 北京的出租车里面 你敢在出租车里 说一些出格的话吗 你的出租车里 都有控制摄像头 都有麦克风 你说的一句 每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监控着的 OK 所以大家就在出租车里 都不敢扯开了 说随便说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 在香港已经后来被进一步普及 OK 香港最近这一两年 大家知道香港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很多香港的 参加示威优行的人 最后被解雇 被这个被那个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的脸部 在大街上被监控 摄像头扫出来了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在中国做了一个市场统计 中国有7亿7千个监控头 在中国 当然这里不完全是政府的 OK 但是这个数到2021年 估计会达到10亿个 想想这个数有多么 多么庞大 先不说10亿 就7亿7千个 那就两个人一个 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摄像头 那一摄像头 显然它的覆盖面不是两个人 那可能超过好几个人 几十个人 上几百个人 那可以换句话说 就是等于是说 OK 一个人在同时被好几个摄像头 在同时不同的方位在监控着 OK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说中国呢 已经出现一什么状况呢 就是高级摄像头 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高级上 全国普及 人脸识别系统 全国正在普及中 人工智能的这种多方位 多层次的数据监控网 在全国形成 上千万个摄像头 数十亿计的每天的出行上网 商行商务活动记录 都在他们的完完全全的监控之中 这是对14亿人 那么对前14亿人并不是他们所有人 都是他前面我们讲了那个proless OK 或者叫pros 那些那些底层的屁民草民 他本来他就没有反叛心理 他就没有自己独立思维 他们就是就是就光个大榜子 扇个小扇子 在那 在那我的厉害国就已经够了 那么在全国真正对他们有一定的潜在威胁的 也就几千万人 在这个现在的 我在这个网上查到 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万到3000万个被监控的名单 是他们的监控重点 OK 两三千万 那么这 而这两三千万里 那当然还有极少数 像那个什么什么许章润 许章润这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教授这种 就那这照样头就不是说 不是跟踪他一个人了 他在家里出门 很可能就是专门为他设摄像头了 OK 专门为他的家门口就给你设了摄像头 在2019年呢 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做这个Compare Tech 他是专门做Cyber Security 就做网上那种安全调查的 安全的这种各样的这种业务的公司吧 他们就报道说呢 说实际上在全世界 OK 把最被就是被监控最监控密度最高的城市 排了前十名 这前十名里有八个在中国 OK 有八个在中国 那么那么中国在这个全 这个各种监控摄像头的总量 是全世界的一半 一半还不止 一半以上 你就可以想象中国这个监控摄像头 用的多猛 OK 用多猛 顺便呢 我们讲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 叫Edward Snowden OK Snowden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人 现在还在苏联 在这个俄罗斯藏着呢 这个人是在亲共就是为共产党站台的那些人里面的一个最喜欢用的一个名字 就是你不要请问美国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民主开放 Snowden那些事我们都知道 OK 我们也知道这个那个就是Snowden 等于是说你看Snowden把美国的这个这个脏的地方给抖出来了 那就可以换一下是说Snowden是中共最喜欢讲的一个人 是一个人 因为是等于他是等于是给他的他的敌人就去接丑嘛 但是OK 尽管Snowden在刚开始这事出来以后跑到香港 甚至被中共给作为一个英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这个就是等于是反美英雄反美斗士啊 OK 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Snowden在香港他很快就走了 因为什么Snowden里面讲的东西可不是他们都喜欢听的 OK 他也讲到了中国的监控 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边 他对中国的监控网络也有他的看法 他说中国的大规模的监控网络 was utterly mind-boggling and appalling 这什么意思 就是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大规模对老百姓的监控网络 让人就是让人就是可以说是惊掉下巴呀 就是如此之庞大 appalling就是如此之恐怖 如此之让人这个这个这种这种惊叹 就是能这么干监控社会 如此用这样的城市监控 这也太恐怖了 OK 这是Snowden看法 像这样的话 你可以想象OK 他当然不愿意听了 他自己又写了一本自传 本来跟中国官方签了字 说这自传要在中国也发表 因为他是中国人的英雄嘛 反美都是反美英雄 结果一翻成中文发现什么 好多章节全被cut out 全被中国的那个censorship 那个那个监控管控给抠掉了 给他气坏了 他说你既然抠掉了 把我的原文的英文 他就给post on the internet 就是这就是他们抠掉的话 一看的全都是上都不是反中国的 就是反反专制反监控反这个反这种什么这种就是中共不爱听的吧 什么阿拉伯之春什么这些事他们都不愿意听全给抠掉了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Snowden这样的人刚开始他们很高兴说你看反美这是美国也在监控这个那个 结果这事一走大了他们发现我这家伙对我们来讲伤害更大最好别让在中国带着赶紧走给个轰走 所以就像Snowden中国也没带下去 而这个名字慢很快呢本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 结果成为现在就是中国商很少有人提到的名字 因为他是个双刃剑 OK他这边对美国人接仇 美国人接仇先不说 那这边对中国也接仇 而且接仇商对中国政权更有更大的威胁性 好Snowden说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国际上一个组织叫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这个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就是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记者的这种权益争取 就国国际上的那种权益保护的这么一个一个机构吧 把他们指出来中国OK是state enemies of the internet 看看这词多么多么多么严酷的一个罪名 OK就是等于是互联网的国家敌人 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是等于互联网的open communication的一个敌人 所以他就等于把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中国那就是中共了 中共上就是一个敌人了 好我们把话题呢稍微再转一下 咱们看一看这个大名昭著的华为 OK这个华为呢实际上这里面细节就多了去了 我们这里讲几个简单有名的几件事 然后就比较典型的几件事 通过这个呢我们也看看华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首先呢有一个机构叫做IPVM 这个机构呢实际上呢是专门研究这个 就是对华为呢做了一些报道 这美国的机构他的报道就是什么呢 就是华为实际上专门为中共呢开发了一个面部识别的软件 用来识别WIGURS 就是新疆的维吾尔人 OK 然后呢他能这个识别功能到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个人从那镜头前面一晃 如果这人长得像维吾尔人他就啪就就就就就产生一个警报 OK产生一个alarm 这个alarm呢马上呢就开始呢 就是对这个给这个这个后台呢就提出来 这个人是维吾尔人有可能是维吾尔人 然后怎么到底是抓的还是问他还是这个还是哪个 这就开始有可能来了 OK 那么同时呢他这个扫描的功能呢 包括呢就是在一大群人里面把这维吾尔人给挑出来 然后对这个人的年龄对着人的性别对着人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种族 什么都进行一些基本的辨别 OK 这个东西被人给报道出来 这个你想想 你如果这个华为你干的这个是干是开发这样一功能 你这功能是干什么用的 OK 显然是为中共的这个维稳服务的 所以呢这事一曝光以后 华为马上把这个产品的这些功能就从他的网站上给删掉了 删掉并不代表这产品不做了啊 他就说我们这产品不是为那个目的 这这都是此地无音三百两 你不是为那个目的 你看你这些功能 你能看这些功能都是从他的产品功能上抄下来的 专门对维吾尔人进行那种那种选择性的那种自动选择自动监控 他这些这个这些系统这些产品 OK逐渐呢就在全世界被其他的这种流氓政权开始用在乌干达 OK就买了他这些东西 然后呢就用来去跟踪乌干达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政治也不呃 叫什么异己人士 乌干达政府用他这个干那个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斯尔比 斯尔比尔应该是斯尔比尔是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斯尔比尔就是那个南斯拉夫 原来前南斯拉夫 斯尔比尔呢也买了这个系统 用这个系统呢在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的街上呢 装好多这种系统 也用来抓这个这个街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人 当然这里也包括罪犯 他说了是为了减少犯罪 但实际上也同时也知道 大家知道用来抓这个政治异己人士的 在厄瓜多尔 OK这个这个他也用这个系统 他用这个系统 最后这个这是具体的一些财政上的细节 这里面稍微讲一下 厄瓜多尔先从中国拿到贷款 用这个贷款去华为买这个华为的这个监控系统 作为交换呢 这个贷款呢 用出口石油给中国把这个贷款还清 OK 然后呢 而这个什么呢 而这个买这个系统的这个钱呢 买这个监控系统钱直接进华为账户 大家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等于是说 OK 中国用石油 就是用买石油 把钱换给华为 去卖这个 那这国家利益和一个公司的利益就这样交换 那华为到底是不是中国官方的一个公司 这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 OK 你你你你你你中国贷款 你如果不是华为 你另外一公司 你去贷款去卖厄瓜多尔 咱们平常说别的国家 卖个一个什么别的什么设备 卖一个什么其他的监控无关的设备 你试一试 你看看中国会不会给你的贷款 OK 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arrangement 实际上是在华为和中共之间有 在全世界好多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类似的 这种这种才金融上的交换的这种流程 就是等于是官方和华为 OK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 一个是出钱方 一个是出力方 就华为是出力嘛 那边是出钱 然后呢 两边的合力呢 把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呢 或者是帮助他去进行监控 或者是进行所谓的一带一路 或者是类似这种这种类似的概念吧 那么这些以中共 以华为打交道的公司 基本大部分 很多很多都是有严重的人权的这种破坏的 就是就是那种流氓政权 或者是接近流氓政权 或者是政权不不完善的这种东西 而而这样的政权往往都是比较穷的政权 这种穷的政权 就是中共的贷款和以前比较穷的战争政权 同时对管制监控他的老百姓有需求的政权 得到了一个各取各得所趋 OK各得所趋 我通过给你贷款让华为把他的监控设备放到你的设备里 放到你的这个政权里 使你政权 通过这些设备来加强你这种流氓政权的流氓性 同时呢 我呢把我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 或者是类似其他这种触角触到这种国家 使这些流氓政权更加巩固 更加坚持住 不要不要被推翻 或者怎么样 OK 所以呢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作者在 The Atlantic是美国的一个保守的一个一个 杂志吧 他是这么说 他说中国对把这个这个各种监控技术的出口 OK 的最后的结果就是 避免了几十亿了 全世界的几十亿的人 OK 覆盖全球几十亿的人口 OK 得到任何的政治自由 就是等于中共和华为的这些监控技术 得到的效果就是 阻挡了全世界大量的人口得到政治自由 OK 那么 在这个类似这种监控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没有 其实也有 但是这种呢 实际上呢 他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阻力存在 这种阻力的存在 使这种监控的范围 监控的深度 监控的可执行性 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保护 或者不是保护 就是障碍 所以呢 因为什么呢 他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在那等着呢 并不是说美国和什么英国和什么 这种西方国家没有监控 他也有 但是这种监控 他在各种各样的法律的保护之下 使他的监控的这种 这种深度 这种广度 这种这种力度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和中国的监控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in fact 我们可以 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 就是不管是微软 还是谷歌 还是Amazon 还是Apple 很多很多这些美国最大的这些公司 实际上 OK 基本都可以 都是公开表示 我们拒绝和美国政府合作 去开发这种监控老百姓的技术 这是一个政府 这就是说 他可以公开的去这么讲 去叫板 OK 看看华为 那就正好是相反 OK 他靠他的收入很多就靠这个 那么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监控的这个话题呢 稍微的把它提高到下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 中国的监控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 很很很这个 就是等1984的这个升级版 比1984里讲的实际上更加严重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更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 OK 为什么会这样 说到底就是一条 OK 就是为了维护政权 所有的监控在中国 不管当当年的这个 这个克格勃的苏联 还是这个东德的那个斯塔西 他们的所有的监控和中共今天的监控 就是一个维护他的政权的稳定性 OK 问题 那么以这种 靠这种监控 靠这种这种言论管控 各种各样的技术监控 是否能够维护政权稳定性 这个实际上呢 在历史上和这个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结论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不一致的 这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的证据 过去的就是过去历史上的证据 社会科学上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基本可以说 像这样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监控 实际上迟早会backfire backfire就是出现那种被 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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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是应该怎么说呢 就等于是说起副作用 OK 起副作用 而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很多西方的现在的主要的这个政策制定者呢 并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很多人认为只要他这么高压的这种管控 这个他这个体制就会一直维持下去 实际上很可能不是那么回事 他的长期的稳定性 有可能和他现在的全方位的管控 是相违背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不能保证长期的稳定性 OK 长期稳定性 所以呢 就说从今天很多很多的市场调查 不管是中国 当然官方做各种调查 中国95%的人都是非常支持共产党 这这这这华春莹还是谁 这不都讲过好多次吗 就是我们的老百姓 而且他甚至引用海外的一些独立调查的机构 说呢 调查中国是95%的人都是支持共产党 你大麻容一问 你支持不支持共产党 支持 然后这个街头上拦住一个老大妈 或者拦住一年轻人 你支持不 我当然支持 共产党多好 对我们这个好 那么这样的一种调查结果 OK 好像看起来呢 中国老百姓 中国的平民呢 是对这个现有的政权非常满意 现状非常满意 OK 但是呢 这实际上很可能不是真正的反映了真正的底层的事实 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共的这种overwhelming overt surveillance 就是这种全方位的 让人几乎让人窒息的这种各种无处不在的无孔不入的监控手段 不管你的通话 你的互联网 你走到马路上的摄像头在多方位的看着你 使这样的一种无孔不入令人窒息的监控手段 使所有的人心里都有一种自觉的自我的监控的心理状态 就是我什么话我都要小心 不要说 我真正的想法绝对不能说 尽管是我跟这前面那个人就站在马路上说话 谁也没旁边没有熟人 鬼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的偷听我 OK 先不说电话 你要打电话 你给中国打电话 你给中国老百姓打电话 你说你现在是不是支持中国共产党 我可以说现在你打一百个电话 我可我很难想象有一个电话说我不支持 肯定是一百个人都说我支持 因为他非常清楚 他的电话被监听的 OK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一个社会 一个一个政权体制在这样的一种高度的 就是这种这种明面的在监控的一个社会下 OK 他出现了什么 出现一个困境 就是这个政权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是什么呢 就是他 OK 无法 就是他出现 就是不说无法 就是他到底这个监控 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是一个满足的程度 是一个让他满意的程度 如果他前面讲了 他一点都不监控 那显然是有问题的 OK 一点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监控 一个独裁体制 没有监控的话 那或者是一个 一个autocracy 或者是这个totalitarian 或authoritarian 这种独裁集权 所以一旦就是这种不公平的社会体制下 你没有任何监控的话 你就随时有可能爆发这个 这个 这个 各种各样的革命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底下起来 和这个翻天 OK 我们看看法国大革命 OK 为什么会出现法国大革命 并不是因为 OK 他当初呢 这个这个什么 这种 完完全全的这种监控到位了 而是因为他监控放松了 到路易十六的时候 路易十六的前 前面OK 路易十四 路易十五 那个时候 他们对这个法国大 法国的管控是非常非常严的 结果路易十六是be in a nice guy 他是个soft guy 这人性很软 这个人的这种什么 他说没必要那么使劲卡他们 这个言论自由 出问题就给他放松 这一放松 夸一下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OK 看看苏联 苏联在19 在Chernobyl发的这个 这个核泄露之前 在哥伯修上台之前 谁能想到苏联 因为苏联会有出现任何问题 因为苏联当时是管控非常非常严 结果Chernobyl完了以后 哥伯修也意识到了 政治局那些人也意识到了 这个事有点 就是我们要稍微放松 让大家有些事情要让大家知道 这一下就就彻底就就爆了 OK 所以这种就说你这种管控放松了 你可能会出现革命 OK 就苏联或者是法国大革命 都是类似的概念 那么好 那么我另一个极端 我就给他玩命的 给他弄的是水泄不通 我就每一极动 我全在我的监控之下 那么这个就能防止你这个社会 整个你这个政权崩盘吗 照样也不行 OK 你防止太严了 那就咱们看看东德 东德的那个Stasi 那种那种那种管控 那实际上比克格博士 可以说是指更强 不是更弱 非常非常严的 那种各种互相高密 互相坚定 基本就是在东德 在倒台之前 东德的每一个人 都是在被监控之中 而且是各种高密监控的人 自己也在被监控之中 再看看伊拉克 萨达姆和赛因 OK 萨达姆在被美国抓住之前 在他政权倒台之前 再看看当时的电视 萨达姆的电视里面 山呼万岁 他认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 把美国彻底打败 底下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全整个伊拉克的人都全支持他 而萨达姆自己仰仰得意 你看我这 我可以让美帝陷入人民战争 海洋之中 那张将军 那叫什么张照东 还叫什么 不就是说吗 美国根本不灵 你看那全都支持他 结果一进来 人家 美国根本不放一枪一炮 就进了巴格达了 OK 基本就是开支 横着进来 满街都是夹道欢迎 齐奥赛斯库怎么样 他认为他如此之严 以如此之管控 最后一瞬间几个小时之内 OK 三天吧 七十几个小时之内 从这个 从上面那个不可一世的一尊 变成乱枪射死的一个 一具臭尸体 卡达菲也是一个 OK 最后从那地下室里挖出来 从地下水道里挖出来 看那惨像 求饶 让人给乱枪打死 所以这些专制体制 是出现一个什么共性呢 就是他们非常水泄不通的 管制监控体系 使他们完全 没有无法看到底层人民 对他们的冤恨 他们完全看不到 萨达姆看不到 齐奥赛斯部看不到 卡达菲看不到 东德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哈尼克尔也看不到 OK 结果呢 结果一旦出现了裂痕 他们的崩盘 不是说是逐渐崩盘 而是一下 刷一下就崩了 因为他的对底层的 这个评估完全不到位 所以呢 所以我们讲 刚才讲的两个极端 你一点不监控 你甚至监控非常非常松 你会出现法国大革命 会出现苏联 后来的崩盘的那种 那种那种结果 你管太严的话 你确实能管住 但是你最后崩盘会更猛烈 更去看看我刚才讲的萨达姆 像西奥斯埃斯库 卡达菲 看看Honecker 这些都是后来就是 要不就被枪毙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这个这个 变成结下丘 OK 所以呢 像这样的这种 集权体制下 不管你是松的管控 还是小的管控 尤其是在这种严格水密 水泄不通的管控 实际上就使你这个管控的 这个最后的结果 非常难以预料 是一个chaotic system 我们知道是一个混乱系统 所谓混乱系统就是 有一句很有名句话 就是在地球东边 一个湖底 一山翅膀 结果西边发生了一个暴风雨 OK 这个实际上从chaotic system 是可以的 一个最微小的一个差别 可以放大到无穷大的一个区别 OK 实际上地球就跑一下话题 九大行星实际上 本身就是一个chaotic system 实际上这个slightest perturbation in the earth orbit could create a complete havoc in the entire solar system 或者是 或者是Mars orbit OK 就是任何行星 它那个轨道 稍微有一点偏离的话 有可能这九大行星 就全跑了 跑了 跑了 跑鬼了 Anyway 回到这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 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 体系 这种完全水泄不通的 这一个监控洗衣 就会造成我刚才讲的这种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event 在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水泄不通 这是一个全民都在100% 在赞成宪政权的时候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会 就会变成一个火山 就会变成一个major upheaval 就会变成彻底把这个政权给掀翻 OK 那么你怎么样去balance 你怎么样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衡 这个实际上是所有的极权统治的当权者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怎么样给他一定的 什么呢 给他一定的空隙 就是我让他露出一些 我让我的这个 我这个监控手段有一定的漏洞 这个漏洞呢 就是让大家感到他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被监控之中 这样给他一个小小的 可以发泄他自己不满的或自己对政府政权的反对的一个机会 OK 尽管他很难 他闹大了 很可能还是被抓起来 但是有这个机会 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呢 就使我这些当权者呢 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缝隙来听到他们说的话呢 哪些东西呢 是我要警觉的 OK 哪些东西是我们要警觉的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敢说呢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说的话 不是每一刻时间都是在被监控的 有的时候他们是听没有被监控 他可以说出去 就这种有一定的松散程度的时候呢 有可能呢 使这个使这个什么呢 使政权的提早的得到这种底层的人民的对政权的一些不满 然后使他提早提高他的警觉 提早制定他的应对方案 提早去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OK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管控的一个力度 像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 稍微放松 结果自己被断头了 OK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 但是你要是像这个什么呢 你要是像这个邓小平以后改革开放 这二十年就是就是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吧 到江泽民这段 你可以说在那个时候 某种意义上也有一定接近一种准平衡吧 就是实际上社会中是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尤其八几年 有反对的声音 而这个反对的声音呢 实际上对中共是有利的 他可以通过这个声音 他可以知道他哪些主要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他可以去修正 但是1989年把这个机会彻底封死了 从那以后逐渐逐渐 当然还没有完全封死 到胡锦涛时间还有一定的灵活性 进入这个一尊的时候 这就玩完 OK 他整个封死了 那这个封死以后呢 实际上使中国的民心更加团结 民心更加一致 过去可能你可以听 说是反对一声 可能是十个里面有九个是支持的 有一个是反对的 现在你一百个里 你也听不到一个反对了 表面上看 这习近平牛啊 他能把中国真正变成民心 完全统一了 统一思想 统一意识 这是真正的统一了 但实际上呢 这是等于是那个高压锅的 那个最后的那个盖给拧紧了 那压力会逐渐逐渐增加 OK 逐渐增加 那为了使这个锅别爆了 那他怎么办 那他就会 他就只能是一个 就是那个那个更加加强他的管控的力度 因为这个管控力度越高 底层的这种怨恨 深层的怨恨 越不容易看到 越不容易看到 实际上呢 他就会越有一个大的危机存在 这种危机会 他也会意识到越来越大 所以使这个管控就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说 就出现了今天的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个恶性循环 你可以说 这管控目前还是有效的 但实际上 他的后来的越来越往后的局势 就越变成一个chaotic system 所以chaotism就是我刚才讲的 无法预计的结果 因为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管控越来越严 然后底下的冤恨 激恨会越来越大 那么一旦出现爆发的那一个触发点的话 他的后果就越来越难预料 越难越难预料 实际上我最近听到哪些 在这个在哪听到一评论讲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节点 就是习近平把中国给带到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过去 老百姓可以认为 中共还有一定的执政的合法性 或者说对中共的这种什么 可能在将来有可能对他有一个善待的结果 但是从现在以后 以他已经超过了这个界限 他已经不可能被将来的未来历史的趋势来善待了 他只能有恶中 就是就是极恶的中止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实际上 他就等于是等于是说 你在一个悬崖面前 instead of减速慢慢拐弯 而是他在加速 那么悬崖还没有跳出去 但是在越来越近 而且他在加速 那么这样的一种一种情况呢 实际上的就是什么呢 使在今天的中国是老百姓是在底下 即使私自谈话 可能都要十分小心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手机是不是被监控 你不知道你的互联网被监控 你不知道街头 任何一个摄像头在看着你 然后呢 任何一个小小的infraction 包括你就是一小女孩 给习近平向上扔一点墨水 那都可能给扔到监狱里 OK 使这个使这样的一个监控呢 它的监控范围如此之广 带来的惩罚如此之严厉 OK 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整个这个国家的底层的 这个这个所有对政权不满足 不满意的这些意见 完完全全被封闭住了 我不是说底层的 不是说最底层那些 那些proless OK 那些人像他们永远是满足 你你你你你你跟他 你跟他跟他讲什么 他他他都高个性性 只要cctv一看 他就全满意的 而这个有有一定独立思维的人 他就越来越激恨 同时越来越不说 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带来就是等于是说 这个当权者 OK surrenders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e need to resolve grievances and prevent revolution 就是他们等于是把他们 唯一能够得到 避免底层革命 避免底层怨恨激发爆发的 那个途径给封死了 就是能够所有他能看到 有可能使他避免底层闹事 那变成推翻他政权的那些 可能和动机和民怨 全被遮掩住了 并不代表他不存在 OK 所以呢 这样话呢 就是说什么呢 这就成为今天中共面临 最大的一个威胁 这个威胁在一方面看 是是盛世 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几千人几万人 为庆祝七一在那一起高堪 好好整整齐齐 跟那个金三胖家的那个 金家王朝一样的那种 那种高歌厌舞啊 实际上他后面隐藏的危机 往往是在今天 实际上比八十年 八几年要大的多的多的多 OK 大的多的多 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他在这个 这个内部维稳上的消费 远远高于他的 不是远远高于 已经是明显的高于他的 这种外部的国防需求 OK 使他呢 就是在这个 用各种科技手段 对内部监控 给他带来一种 非常的表面的 非常诱人的 有诱惑的一种幻象 OK 一种幻象 这个幻象什么呢 一切非常好 一切非常稳定 OK 那么这样的一种 完全是一个单方面的 就是从上网下看的 单方面的和平 繁荣 结大欢喜 每人都在高举口号 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没有习习一尊 就没有我们经历 我们的中国梦 OK 实际上呢 表面上看是意见一致 意识一致 思想一致 实际上根本不是 完全是一种幻象 OK 这种幻象 完全是由他的 各种各样的监控 带来的一个幻象 那么这样的一种幻象 使这个顶层的 这个统治阶级 尤其是以习近平为中心的 这个中央政治局 完全可以说 接近失去了和 中国底层老百姓的 或者底层 或者是中国整体 14亿人的一个 一个联系 一个纽带 这个使他呢 就产生一种 莫名其妙的一种自信心 使习近平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自信心 因为他已经已是隔绝了 他处在另一个 一个信息 被自我封锁的一个隔绝 因为他底下监控 造成别人 什么他也听不到了 所以一种莫名其妙的 不能说是莫名其妙 就是一种 由自己制造的幻象 带来自己的一个 非常虚构的一个信心 因为他已是隔绝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心 实际上是 就是今天 使这个加速吃 使把中国中共的这个集权 在一步一步推向 灭亡的悬崖 而这个悬崖 实际上已经不远了 他在一个劲的往前推 他自己还非常有信心 那么这个悬崖的最后推进 最后那一瞬间的那个trigger 是什么 我们谁也不知道 但是也许是一两年 也许是两三年 但不会太久 OK 这个悬崖 已经是杀不住车了 他已经是已经到今天 已经基本可以说是杀不住车了 不像以前在八九年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刹车 会当时中国 如果当时赵紫阳和胡耀邦 这样的 有一定的开明的 这种中共的内部人 把他改向 像哥伯尔乔夫这样的人 还有可能把他这个船 吊一下个 吊一下什么 或者这个车 但是这个车 今天已经是too late way too late it is getting close to the cliff and it's about to fall off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座 大概提起讲到这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就看到什么 就是从这个1984的小说 联想到中国 基本是围绕一个什么 就是言论的严格的管控 言论自由的严重的丧失 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恶果 那反过来讲 在自由社会 是不是也有类似现象 其实也有 也有言论管控 但是他的管控的方式 是另外一种管控 那个管控的主要的center 就是什么 叫freedom of speech versus politically correctness 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是政治正确 和言论自由之间的一个对峙 OK 这个是在自由社会中 它也有一个类似的言论管控 但是这个管控 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方法 同时反对任何管控 就是言论自由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接着讲 是这个人 我们在这里 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 对峙谈的 也会放棄 那样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 对峙谈的 对峙谈的 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